所謂都匯區是一個比較綜合性的發展 裡面應該多姿多彩 有就業的機會 有經濟的動力 有居住的地方 有遊玩 是享用的公共空間 視之為一個都匯區 我們第一個核心的商業區在中環 第二個核心的商業區在九龍東 所以這個是維港的都匯區 同樣我們要在香港建設另一個都匯區 選址是在北部 也是一個理所當然 因為它是一個未開發 大體上未開發成熟的區 差不多是三成香港土地的面積 都會包含在北部的都匯區裡面 我們真的很期盼香港日後 南北兩部都有一個非常發展成熟的都匯區 南邊就是維港都匯區 北邊就是北部的都匯區 它們各有特色 各有擅長 維港都匯區最大的未來發展 是明日大嶼下面的 郊爾州人工島填海 它將會歸納在維港的都匯區 所以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將會透過郊爾州人工島填海 來建設 南北兩部都匯區 將會互相揮營 並駕齊區 我們發展北部都匯區 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這個可以說是第一次 香港特別行政區編制規劃的方案 是突破思維 是跨越了香港和深圳的行政界線 做到一加一是大過二 這種強強聯手的雙城的故事 所以廣深的合作 將會令到這個粵港和大灣區裡面 可以透過廣深兩地 來發揮一個雙引擎的功能